在日本的一档综艺节目里 76岁球员秀夫打着伞 站在大学里 向24岁的自己喊话 喂 秀夫 我是76岁的你 你还好吗 现在的你会在公司认识一位姑娘 她的名字叫滑匠 往后的日子里 你会和这个脸超小 超可爱的她来往 不过你一下没有女生缘 所以一直怀疑自己 是否能配得上滑匠 于是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求婚 心中有爱就要去行动啊 因为两年后滑匠就会迎并去世 日后的你会无比后悔 极度悲伤 所以直到你76岁 依然独身未曾婚屈 秀夫你替我转靠亲爱的滑匠 我整个人生中 唯一最爱的女人就是她了 秋远老人眼里泛起了泪光 突然高举双手 深情流露的告白 时光带走了故人 却从来没有带走那份深情 三生有幸遇见你 纵是悲凉 也是请老来多健忘 唯不忘相思 你来过一阵子 我却爱了一辈子